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观众们们 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势力威选赛 第二阶段小组赛的第五轮较量 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 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泰国队 裁判没有名声 比赛继续 泰国队的反击 泰国队这边反击到了禁区里边 小角度的射门被中国队拦出去了 刚才注意到谁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 韦世豪 韦世豪 中队这次在人数少的防守情况之下 这个选位还是得到 对 最后是韦世豪把球给挡出了 用身体挡出去了 对 他是任意球的主罚者 也是球队最后一个人 是 肯南多这个球断得不错 交给阿兰 角度拉开了 阿兰往里切 看看传下质量 有机会 传下后点 停下来 偷传门前 门前的混战最终还是让守门把球拿到了 但是这次进攻成形了 是的 速把猜 不能再退了 要顶上来 传中投球 哎呀 泰国队的边路传球 让他们中路的队友找到了机会 这样的话泰国队先领先了 他其实这个球 你看也是一个传了一个地球球 本身一个反差 我之前就讲过 一定注意对方这样子直接往前传 其实并不是完全追求 你看一直从禁区外推到禁区内 而且没有给对方的这个传中造成任何危险 是 甭管是不是在禁区内 我觉得不是说每一回防守都要背着手 带来有机会 打门 打到立柱上 还有 在扣 菲南多 在上门 门前的混战 这球还没出现 还没出现 哎呀 脚球 有机会啊 中国人有机会的 维士豪 助跑 打门 哎呦 他打的球质量非常高 但是泰国队的手边 巴黎瓦的这个铺就也是相当精彩 脚球 看这个脚球 转向球门 这个脚球直接打到了球门的门框上 维士豪状态是真好 是 泰国队转过身来了 直接的这脚射门打到了横梁上 这球啊 中队的后腰位置被过了之后 中后位离对方太远了 又敲到进去里边 再打门 危险 危险 这连续两次是泰国队在 顶住了中国队的猛攻之后 现在又腾出手来了 泰国队在这一侧形成了一对一 回来 两个人夹击防守 没有让对方形成射门 双边出来 打门 打在立柱上 天啊 中国队又逃过一截 菲兰多 中卫顶了一下 这个球有手球 给了点球 泰国队中后位这下有点忙中出错 是 菲兰多做一个 哎 做个假动作 假动作 哎 哈哈 齐沙达这一下 确实忙中出错 菲兰多助跑 打门 这个球打高了 他的点球打高了 中卫把球掉进来 有可能会把握机会 头球争下来 大门 漂亮 漂亮 球进了 哎呀 漂亮 拜和栏目 国家队的第一场比赛 第一个进球 人在有的这个阵影球 对 他先已经交了 对 中国队是第一点 争下来之后 这是谢鹏飞把球掉进去 第一点争下来 拜和栏目打门 这太关键了 是 朱晨杰的第一点 争顶 非常好 结果他把人自己弄得挺碎 菲兰多 给过来 再传到后点去 蒋成龙 头球摆住 机会 这个球怎么没进呢 这个球踢出去也太难了 菲兰多这球分得好 左路这个传宗传得也很好 是谢鹏飞传的 对 这个球 哎呀 在那 这继续 下额 07 9